恋爱中的两个人是否适合结婚只需看这四点 安逸如曾说 不合适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难度大过再早一个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时代 我们可以自由恋爱 自由婚嫁 就像原野避数和天地撒哦 不合适的人再也不用因为所谓的父母之秘 没硕之言被迫相守一生 当然 幸福的自由是建立在合适的基础上 所以如果走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 就不能单纯的只开爱情 还要关注现实 两个人是否适合结婚 只需要看这四个地方就知道了 一看三观是否相合或者相识 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相合和相识 可以说是婚姻的基础 没有这两个条件 两个人是无法走下去的 抛开那些情景爱爱不说 婚姻无非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既然是过日子 如果没有相同的观念 又如何抵御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呢 谈恋爱的时候或许三观不符 还能靠着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维持心动 但婚姻就是现实的生活 没有吻合的三观 只会让两人寸步难行 特别是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勤俭节约 凡事都能省则省 另一个人热衷于享受生活 偶尔甚至还铺张浪费 那生活还怎么能过得下去 必然是矛盾重重 离婚也是不远的事了 二 看两个家庭是否门当户对 是所以到今天我们还依然强调门当户对 是因为如果家庭背景太过悬熟 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都很容易产生矛盾 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表面上看起来幸福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 任何一点财迷油盐的琐事 都可以把你们击垮 而且门当户对不容易有所贪图 如今凤凰男拜金女的故事不计其数 很多都是因为两个人并非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也容易有相似的经历 共同的话题 这也是日后生活的融合剂 能让两个人关系更加亲密牢固 所以门当户对倒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基础 也能省下很多麻烦 三 看两个人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厂长有读者问我 夫妻两个人性格到底是相似好呢 还是互补好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最优解 两个人性格有的时候太过相似 反而会争锋相对 互不相让 或者两个人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 缺少沟通 但有的时候太过互补 也会导致夫妻双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很难再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所以两个人性格并非单纯的相识或者互补 而是会有一个契合点 如果你们在一起 两个人都觉得非常舒心 聊天的时候能有说不完的话 不聊天的时候也能各做各的事 不会觉得尴尬 那这就是合得来的性格 当然 性格在合得来的夫妻 在小事上往往也需要磨合 也会经历增长 但是在大事上 两个人能默契 愿意沟通 这就够了 夫妻要相守几十年 如果性格合不来 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 所以找一个另一半 必须要找性格合得来的 倘若性格不合 其他方面再怎么相配 都是徒劳 四 看两个人是否有共同目标和追求 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老公 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 我的朋友很用伤尽心 虽然是女人 但是在事业上的成就 完全不输给男人 但他的老公却一直奉行着 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 凡事不愿意去争取 升职加薪的机会也白白错过了好多 一个想要拼搏向上 抱怨对方没出息 成不了大事 一个只想水浴而安 抱怨对方没事找事 功力心太强 目标和追求不同 生活自然处处都是矛盾 后来离婚也不足为奇 所以不得不说 结婚后夫妻一体 有一个共同目标和追求 真的很重要 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婚姻自然也就名存实亡 其实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 一开始就能看出端倪 如果拥有这四个条件 那幸福的婚姻也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结婚时 一定不要忘了关注这四个地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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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